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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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做很多扶贫工作吗 而且庄老师啊 我们的财经女主播刘芳 还听过她的课 还算是你的学生呢 因为她参加了一个国际关系的课程 那他们就邀请我去讲一些国际贫穷的问题 所以今天其实咱们也是向庄老师有所请教 我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见过就失明人士啊 这个上镜 但是我的头一个问题就是 我一般见到失明人士上镜 他们都会戴着那个黑色墨镜 是吗 为什么你看 我以前尝试过戴 后来戴了忘记戴 后来戴 最后就放弃了 我从小 因为我从小就失明 大概六岁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人了 所以一直我就 六岁的时候是因为 我觉得也是很不幸吧 动这个青光眼的手术 是是是手术失败 手术可能不是失败 可能是当时候 就是技术所限吧 技术不够好 技术不够好 所以可能不是失败是 他们成功的要求不高 很幽默啊 你现在六岁的时候的事情 还记得很清楚吗 有一点 因为我失明的时候呢 就刚失明的时候呢 都不知道怎么样做 就哭了一点 那就后来就适应了 生活了 所以很难讲 因为一般人都要求我说 我的童年是怎么样 我都说我童年很快乐 因为后来人家都说 你童年的时候都失明 但是我是童年的时候 我是失明 但是这不是我唯一的一个纪念嘛 所以我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纪念 但是我还有其他的纪念 都同样的重要 比如说我童年的时候 我到这个星光芒校那边 读书的时候 那我们学这个点字 这个经验也对我来讲很重要 学点字也很有趣嘛 你看他给我的名片 上面这个就是点字 点字 是啊 我小学校的时候 我学是怎么样 用指头来摸 初初是用这个钉 这个一个铁钉 铁钉 一点就是一个钉 是从哪个 那 从这个方法来学的 所以这个也很有趣 我很好奇就是 刚刚都闻到说戴墨镜那个东西 为什么要戴墨镜呢 其实是不需要的嘛 对不对 这墨镜是为了 你想想看 你说你都忘了戴 这表示对你们来讲 根本不重要 不重要 这只是对一个有眼睛的 对其他人 是 因为好像以前有些人觉得 如果看到你眼睛 你眼睛不太好看 对 但我觉得那完全只是一个 有视觉正常的人 或者有视觉能力的人 一个偏见嘛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想看到 你就露着眼睛 你最好戴上墨镜 那是很无聊的嘛 所以实际上 我就是认识文道 我才学会一些先进的观念 就好比说 我们所谓司空见惯的 一些审美观 比如说 我们会看到特别胖的人 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 看着不舒服 是 或者很难看 可是实际上 这本身也是一种歧视 比如说我现在 因为凭什么用你的标准 来定位这个美呢 是 比如说我现在 在我的房间里面 我都不开灯的嘛 所以人家进来的时候 就问我 接不接意开灯 我就说 当然不开意 对我来讲 这个灯 对他们 就是一个特别的仪器嘛 对 对你来说 完全可以省便 不需要的嘛 这个 所以他讲的这个 让我也感觉到 平常比如说 对于这个盲人 我们叫实名人士 我们以为 我们大体能想象得出 那是什么样子 不过就是两眼一面黑嘛 对吧 可是实际上 我曾经试过 我说闭上眼睛 哎呀我觉得其实是 我很难想象的一种感受 就比如咱们现在做节目 完全听声音 来知道一个人的位置 还有是谁 还有是谁 甚至你比如说 我们看到的人 我们会觉得 他长的面相是怎么样 这些综合起来 构成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 是 但是对您来说呢 可能是仅仅凭听觉 是啊 来对一个人有一个估计 是啊 因为比如说 人家都跟我分开 就是说 你生活在一个 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你的感觉怎么样 那我就说 我生活的世界跟你一样嘛 我也是听这个 凤凰卫讯嘛 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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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关心这个 气候变暖啊 我也关心 有时候也有兴趣 听这个股票怎么样嘛 我也看这个小说嘛 那我跟其他人的世界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愿意 给人家分开出来嘛 那我问问 你上网怎么办 用电脑怎么用 我用电脑呢 是用一个语音 有一个语音发声的 那就读广东话 也有读英语了 那我就用这个东西呢 拿到上网 这个在国内的盲人很多 都已经会用这个电脑的了 上网没有问题了 那怎么按键呢 按键 因为这个键盘的位置已经定了 那我从小就用这个键盘的 我大概初中一的时候 我们就学打字了 你好比说我们上网打开一个网页 我们看到这网页上是有很多字的 那它这个语音如果给你读 它要读很长时间吗 不是 它有很多的方法来分开 比如说 那它可以专门读 这个就是link 专门读这个 link就是那个网址 对 专门读什么表 专门读 对 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远见的学词呢 很容易控制的 哦 所以这庄老师现在还正在为 统一文字做贡献 统一这种 这叫什么文字 点字 点字 是这样子 因为以前中文的点字是用这个拼音 那就广东话的拼音跟这个普通话的不同 嗯 那内地的普通话跟台湾的 普通话的用的点字也不同 就是两岸三地的盲人 互相互相沟通 那后来我在90年代初的时候 我曾经就主持了一个台湾内地跟香港的三地的 关于盲人的讨论 嗯 那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大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尝试增加这个交流 对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一个盲人协会做一个交流嘛 就那时候我对点字很有兴趣 我很想去学嘛 是吗 然后跟他们聊对 然后他们那时候跟我讲很多东西 我觉得很好玩 就比如说他们教我怎么数钞票 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困难 我就摸不出来 你们是摸钞票是吧 这个钞票呢 只能用这个不同的 尺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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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在美国最难 美国所有的钞票都是一样大的嘛 对对对 真实 所以美国的盲人社会 一直争取 就是这个权利的问题 曾经在法庭打关系 打关系 打关系 南方政府都不愿意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在将来美朝上也应该印上点字 对 盲人也能摸出假钞来 美国最讲权利的地方 对 这方面最坚持我们 哎呀 我觉得真是庄老师聊天 引人入胜 咱们去一下广告 回头咱们再聊 对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庄陈友先生可以到联合国工作 你看他又有做政务官的经验 又是消除贫困方面做努力的 这个一个慈善爱心人士 又是施命代表施命人权益的这么一个协经会会长 你这个面面都通 但是我以前在乐视会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关心国际的事情 比如说 世界贸易会议在香港举行的时候 那我们就争取这个为农民 为第三十届的贫穷人 争取他们的权利 反对这个美国欧洲 透过这个不公平的贸易 来打压这个反中国家的事情 这个我们你说联合国 联合国不能做这些事情 联合国要 他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 他比联合国干的事还多 没错 而且我 你知道我见到他 他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在我印象当中的这个盲人 我总想象的他们好像是不敢出来见人 就是说躲着生活 自己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生活圈子里 当然我给大家看看几张照片 你看这个庄老师 他简直就是说 你看各种各样的论坛 再看下一张 对跟同学交谈 那是 然后参加这个公共的场合 这个是我的工作 对 跟媒体大声疾呼 对吧 然后 这样参加颁奖活动 是是是 就是你说他改变了我一个观念 就过去我们看到一个失明人士 我们觉得我们好同情 我们好像也引起我们这种心酸的这种感受 可是我跟你谈话 我怎么觉得比我强多了 不是不是 真的 你你你抓住你别是你别客气 我跟你讲 你看他以前他在做乐视会的时候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乐视会 就是我一帮以前搞社会运动的人 不晓得为什么都到了乐视会 搞那种民间组织啊什么 他们对庄成友的评价 就觉得庄成友很强悍 是个强人 对他们他们 因为他是老板 他爸爸打工很困难 不是因为是这样子 你你刚才说的 也有一个互动的事情 因为传统我们对盲人 都是有一种的同情保护 对 或者是排排排排出去的一种的安排 所以呢 是社会不给机会 也那我从青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盲人需要的是参与 权利 不是需要其他人的同情 所以我是说 我不是说做盲人 是有什么快乐的地方 但是我说 如果因为我失明 我就有一种的 身份来改变这种的概念 这个就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的一种的概念 但是你看我曾经接触过一两个盲人 我会感觉到他有一种很大的不幸感 你难道就没有过吗 就是午夜梦回的时候 会不会也会觉得自己很不幸 自己失去了很多很多 但那真的就没有这种感觉 我总是会有一些的后悔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因为社民也有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在人生之中 总有一些事情 你觉得有一点的益看 但是呢 对我来讲 社民不是我整天的整天关注的经验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些遗憾 遗憾的地方 遗憾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就把社民一定要排在最重要的地方呢 这个是我生命的一个经验 我也有这个感觉 所有的经验 好比说我也很遗憾 我没有长得像姚明那么高 你会每天都不想为什么我那么矮 没有跑得像刘翔那么快 或者说我也很有遗憾 我没有像闻到读那么多的书 但是我也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独特性的一个人 是 是 我就是这样子说 因为我就说 一个人的快乐不快乐 把我在自己的对自己生命的意义的这种的掌握 就是说我 我序民对我来讲是一个经验 可能是最重要的经验 但是我怎么样处理这个经验呢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种的具有 我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像人家的一般的概念 就是说啊 不如你痛苦一生吧 那我真的不不觉得太痛苦吗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快乐呢 对我看出来 但是事实上跟社会环境是不是有关系 是不是确实会有不方便或者机会少 是 你对大陆对内地的这个盲人的情况有了解吗 是 我觉得这个内地 我最近比如说我帮助了一个一个孩子一个孤儿 他到了这个大学里面读 他写了一个电邮给我就是说我不太开心 为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盲人都要做按摩 按摩 按摩 音乐等等 我希望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他很有这个跟我一样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呢 社会的机会不高 我们希望多做一点的工作 但是你想想闻到啊 他有时候确实是这样 你说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 其实你要讲说所有人平等权利 但是比如说对于一个私人的公司来说 他会不会就是如果请一个盲人做某份工作 在效率上确实跟那个非盲人有差别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那你要看你需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某种能力 那这种能力 如果我制造一个很公平的一个条件 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这盲人 盲与不盲不是一个关键 对不对 你比如说像陈友当年去考政务官 你看看对当年的政府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政府文件没有点字 那时候 而且这个政府呢 我到政府官的时候 他就要求我查30年代的文件 1930年代的文件 那你说你怎么查呢 故意找事吗 他说他要我去见这个居民 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等等 都没有因为我忙也不忙给我不同的工作 那你最后怎么查到这30年的文件呢 那我也是 他在政府去认识 你的老板叫你查 你就叫你的秘书查 秘书查 那我就看哪一份有关呢 那我就做出一个分析 做出一个报告 当你做出分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就是 那大家到最后比较的 不是你能不能够找那个文件 是你对那个文件做什么分析吗 对不对 智力也是这样 对 所以到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其实大家条件是一样的 到了这个关头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乐视会的时候 我跟乐视会筹款 我去的时候 我们有3000个每月的这样关节 但是我离开的时候 已经有10万个了 所以我在乐视会的工作的时段 跟大家一同发展出来的 我们已经增加30倍的捐款 捐款 而且我们在国内农村开展 已经有一千多条村里面的 扶贫的商务 我直接去各地来访问 比如说东帝文他独立以后 我就直接一个人去 我直接一个人到飞机场 他没有规模 我一路走 我的同事在外头就说 你上前脚就到了 海关正在里面前 就没有人帮助我 真是 我觉得你看他 他不是一个受助对象 反而他帮助别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别人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每一个人都有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是他给我一个感觉 就比如说现在他在大学教授 就是他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开拓大家的视野跟眼界 就比如说像他现在带学生 去巴黎岛前阵子联合国 那个气候会议 去看人家怎么谈判 然后我们身为大学生能够做什么 然后比如说他刚刚说去东帝文 看他观察他独立之后的状况 云南震灾之后 怎么样去当地协调 怎么样去运送救援物资 你在做很多事情 因为我认识他那么久 就是常看他讲的东西 他写的东西 就是一直在带我们看到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 其实所以你去跟不同的人接触 透过不同的人的体验 你是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台湾现在在大学的时候 要年轻人开拓他们的国际视野 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生活的 因为我们不断来 我们在克服一些以前以为是分隔的边界的问题 现在都是同一个世界 所以说以前忙人不忙好像很大的分隔 香港跟东帝文很深很远 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地球村的人 所以我想问一个东西就是 比如说你也常去大陆 就我觉得你现在做的工作 大陆也我觉得很值得参考 就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大陆 当然我认识很多北大清华的同学 他们想的出国 就是赶快出去上学 然后考一个好的学位 去欧美 去欧美 然后做海归 然后回来高薪厚职 但是你现在鼓励学生做的都是些什么 去东帝文 去非洲 那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觉得这个 你有机会 有 越大 越大的权利 越大的责任 越大的福利 越大的付出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对他们来讲 未来的世界 应该是一个比较 我们应该就有一个 我们应该是一个比较好